公告脸书的母公司Meta 放任诈骗广告 求偿新台币9200万 把其消费者权益组织也指控 TikTokMeta等社群平台 为设立保护未成年的平台机制 律师团西装逼挺推行李箱 拿公司包一行人浩浩荡荡 走向地方法院 他们要控告的对象 竟是脸书创办人组刻薄的 社群帝国Meta 日本社群近日时常出现 冒用名人资讯 诱骗投资的假广告 多地受害者在旗域千叶 横滨大阪神户五出地院同时起诉 脸书IG母公司Meta及Meta日本法人 要求赔偿总金额达新台币9200万元 而巴西消费者权益组织 也指控TikTok 快手和Meta巴西部门等公司 为设立避免未成年人滥用社群机制 要求共169亿台币的赔偿 除了社群年龄限制 画质解析度也备受年轻人重视 上传IG现实动态 画质模糊 人们常会以为是自己影片的问题 但事实并非如此 IG高层揭露残酷事实 IG影片会依照观看次数 调整画质 代表人气越低者 画质越模糊 但他也强调 这么做是为了吸引观看数较高的创作者 更积极产出作品 因为提供高花质会消耗平台编码与储存资源 接着张慧众好报道